馬主席突然宣布金普衝接國民黨的秘書長 剛剛我們看到了在藍軍內部的相關反應 來看一下民進黨的反應 在立法院裡頭呢則有民進黨的立委管碧琳質疑說 馬英九治國還要找金普衝喔 表示金普衝是地下總統 你國民黨沒有人才嗎 現在如果治國還必須依賴這種地下總統一樣的角色的話 那不是很嚴重嗎 金普衝很多政策都是他在背後 或策劃或什麼 那既然外界是有這樣的疑慮 那走上台前來面對不是更好嗎 民進黨到底怕不怕金普衝喔 我覺得剛剛四位民進黨委員的談話 是三個正面一個負的 那三個正的我都認識嘛 我仔細看他們講這些話的臉色 我覺得還蠻誠懇的 所以這個印證我剛剛跟徐家鑿講過 徐家鑿他真的你回去 如果說短時間觀察不夠仔細的話 回去再觀察三天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沒有幸災落後的心情 他們心中有一點畏懼 可是吳乃仁好像有一點點耶 也沒有 他說你要叫我給他交學費 我覺得他那個是中信的 我覺得負面的而且很負面的是管碧琳啦 那管碧琳這種講法 我覺得我也不能怪他 我覺得他有點學他師父啊 你知道嗎 因為師父就是這種口氣 他代表謝長廷發言 我講他師父是你講誰啊 我不點名啦 他們師父講的就有點高興 不過我要簡單回應一下 剛剛中信講的 派系當然不好處理 但是你看你們中間 訪問金普通在DC訪問的話 他有沒有講到派系 他們不講啊 他不講 為什麼呢 我認為啦 我認為他的第一個任務 主要任務 優先任務 就是打明年年底的五都選舉 他如果五都選舉 打得像樣的話 這派系主任就怪了 這派系主任就關掉了 這派系主任就關掉了 這政局結局比較贏什麼人嘛 這現在差勞勞 我覺得派系其實派系的二國 國民黨已經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頭 已經藏到他了啦 所以現在短時間內 這個五都的選舉 通常大都會的派系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他可以暫時不處理 留待以後 這個對時間來講沒有迫切性 至於講到黨功 現在很多人都說好人走路啦 那中興又火上加油 四五頭 我記得比較快走 我認為 你認為這個秘書長換人了 你就要很害怕的人 除非你跟他結怨 要不然你就是自己自行 你拿的薪水跟你對黨的貢獻 還有你對國民黨看你 是不是非要你不可 自己有疑慮嘛 你都很差的 很厲害的 看她身上有什麼 你怕什麼 什麼必須怎麼來 老先生在叫人家 對吧 我跟你講害怕的人 對外散佈消息的人 說會死啦 要走啦 就是你心虛 這個阻礙改革的絲頭 我不敢講那麼狠 金浮沖曾經幫馬英九打過一些選戰 那樣都贏啦 每次都贏齁 那這個贏齁 其實你說金浮沖的功勞 我是不太這麼看啦 因為馬英九其實是減便宜啦 我用徐家欽那個理論 你們民進黨爛到爆 隨便推個人出來不要太離譜就贏啦 所以還是陳水扁的功勞 不對 我的意思說 金浮沖真的能打選戰嗎 都放馬英九打都贏 馬英九我放他打他也贏啦 只是看有贏這個贏就贏了 誰打不贏 馬英九沒有金浮沖去打 馬英九也是贏啦 9年這個選 2,08年這個選 觀眾朋友說台語啦 這選誰打都贏啦 民進黨就 攙了收到第五倍了 沒辦法辦啦 這個啦 是一個 我剛剛引述《蘋果日報》這個社論 這個導播不用拍啦 我簡單唸一下 就是說什麼 有名嘴 當然都不在我們現場啦 宿願 有人跟金浮沖有宿願 大家等著看 很精彩 那有人啊 從去年開始啊 應該講 嚴格講一下前年齁 就一直扒著金浮沖 可是啊 也都沒什麼安排齁 我說我那時候很糟纏耶 我自己覺得齁 但我看不慣那些人為什麼 就我靠近不了馬英九我就恨金浮沖 為什麼 因為金浮沖擋在門外嘛 那金浮沖擋掉除了那些想要 靠近馬英九的名嘴之外呢 也順便啊 把歐進的那些人通通趕入去了 為什麼 你們不要靠近馬英九 我靠近馬英九就好 金浮沖的概念是這樣 那有的人說金浮沖 現在可能馬英九做總統 可能有些利用價值啊 一直希望金浮沖能夠有所表示 可是也都沒有表示齁 當然他也是很悶啦 那我要提一下這個 許家欽講那個說金浮沖回來啊 民進黨 那個可敬的對手這樣很好啊 民進黨加強改革 如果這樣子思考 我當然覺得也蠻感動的齁 但我總覺得不是那麼的貼切啦 難道金浮沖不回來 民進黨就啊 反正公民動作就嗨 他們那麼爛 我們不用改革也比他好 那我們看到馬英九也不用害怕或怎麼樣 反正就隨便選選齁 這個我也沒什麼太大意見 因為各自表述嘛 各位的意見我都尊重齁 那主持人因為明天啊 大家剛剛看到的這個電視預告 明天全台灣唯一一個 在一年半以內啊 兩度專訪馬英九的人啊 就是這一位 導播就是這一位齁 但是我每天都專訪陳輝文喔 不敢 小弟不敢 那我僅用這個齁 給主持人一個說 因為我沒有資格訪問總統齁 希望主持人能夠幫我問一個問題 馬總統我洩題給你了齁 我們大概把這段錄下來 現場播說 輝文有話要問 不敢不敢不敢 因為第一個啊 因為這剛好是一個對比 因為金浮沖是學新聞的齁 干涉媒體跟新聞自由啊 金浮沖分得清楚嗎 如果分不清楚齁 就不要舔為教授啦 如果連這個都分不清楚 那馬總統是學法律的齁 干涉司法跟司法改革 馬總統你分得清楚嗎 從來沒有人叫你去干涉司法啊 說那個徐家慶的案子辦快一點 胡中慶的案子判無罪 從來沒有人跟你這樣講啊 叫你做司法改革這麼難嗎 你連這個也分不清楚 那金浮沖這個分不清楚 馬英九這個分不清楚 讓他看 我覺得很怪啊 如果說這兩位啊 金浮沖能夠建議馬總統說 欸 司法改革跟這個沒有關係 那馬英九呢 能夠站在總統的高度 告訴金浮沖說 你以前在台北市 做這麼醜酸的事情 現在不能再做了 因為我們現在做總統啊 我們不能說 一個不高興啊 就打電話給總編輯 一個不高興啊 就打電話給參謀中心主任 沒有這種事情啊 你這個比陳衰扁那個時候 倒退一百步啊 太離譜了 以前辦得錯 剛剛鐘欽兄也是苦口薄筋講說 欸 個性可不可以改一下 其實金浮沖對新聞的概念喔 真的 他為什麼那時候去一電視 為什麼 他明明知道黎智英啊 他去當門神他為什麼要去 他做過電視嗎 他做過一天電視嗎 我就質疑你 你做過一天電視嗎 好歹我在東森待一年多 你待過電視台啊 沒有啊 你憑什麼去做一電視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馬英九跟金浮沖很好 然後就金浮沖 昨天一電視武藏知道通通被砍就了 那我不要去 就還好金浮沖沒有留下來啊 金浮沖如果留下來那武藏會被 這個我都假設是 不是機身蛋蛋身機 這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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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耍在水機 我希望馬跟金這兩位把這兩個搞清楚 他們如果能夠把這兩個都搞清楚 我願意祝福金浮沖 因為我同意光學講的 金浮沖跟幹秘書長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那你只要不要把手伸到媒體裡面去 所以你擔心的是說 金浮沖當國民黨秘書長之後 會干涉媒體嗎 那如果他沒做這件事情的話 基本馬總統用他對他來講是有加分的 對馬 馬絕對有幫助啊 因為馬信得過這個人 那個主播我建議你 待會兒訪問馬英九的時候 真的這個陳忠明啊 扁案啊 司法干預好好問一下 因為他也很多委屈啦 那你看這一次深藍不投票 我們在同一天的時候 打電話進來 罵馬英九的 兩通有一通是在說陳忠明啊 所以到底是有去干預比較對 還是不干預比較對 什麼是事發改革 真的問清楚 因為昨天在... 你不干預怎麼改革喔 好像也有點困難 不是啦 他們所謂... 不是啦 不對... 主報那你如果... 你挖咱爺爺幽默感 我們要欣賞他的幽默感 這是幽默感 沒有啦 我的觀念錯誤 趕快幫他倒閉一下 你們上節目這麼久了 還不曉得品種的幽默感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你做了總統 你用了王慶豐 這些東西是你可以拿捏的 你直接間接都可以讓 整個扁安辦得快一點 辦得有效一點 不會像陳忠明那麼糟糕 不會讓黃昀跑掉 那個錢一定要查清楚 時間不要拖那麼長 就是這樣嘛 但是這個其實是相對的 我跟一個計程師一起吵 我說這個扁安辦這樣太慢嗎 很難講喔 換了陳忠明的話會辦得更好嗎 這很難共喔 但是這個就很難 但是你趁這個機會問一問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昨天在T台 要問喔 沈醫師講的 有些會署名這個問題 你不要 我沒有什麼時間 昨天在T台 有一位專門修理陳忠明的委員 就是說因為陳忠明的關係 馬英九這個國民黨 大概丟了5%的選票 所以這個是很重大的問題 然後我必須講蘋果 蘋果最近這幾個月 對馬英九政府 是沒有什麼好話的 一下子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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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今天的評論跟那個旁邊那一個 通通肯定 連司馬文武都肯定 我覺得他裡頭提到 剛剛慧文特別提到說 有一個明嘴 因為沒有辦法借進馬英九 有這個數願 一個明嘴有數願又算了什麼 對不對 我跟妳講 這不能接自己的意思 升官發財的人多的是啊 一個明嘴沒有達到她的願望 這個連這個要計劃 你是在罵那個名嘴啦 不是 我們沒有 連這個也考慮戰略的話 那我們國家沒有前途了 真的 你不要害我 我不敢罵他 當然就是說 對 馬英九他用金補充 不是說金補充就是救世主了 解決所有的問題 解決國民黨的問題 解決敗選的問題 解決施政的問題 解決馬英九的問題 包括馬英九的性格 馬英九用其他人 什麼時候有啊 那叫神奇 他雖然有鐵人三項 但是你只要把他 擺在秘書長位置 那是人家用他 你只要表現鐵人一項就好了嘛 過去金補充是 連岳父的帳都不買耶 他岳父以前做 這個高爾夫就好像總經理 他連岳父的帳都不買了 有時候馬英九的帳 他也不怎麼買 是上次那個連銷2000年 那要他站台他不站台 打電話馬英九摔電話 等等 後來他就是說 反正你長官叫我嘛 我後來就某種程度 我行動表示我支持嘛 不然他就不要在馬英九身邊做事嘛 所以這樣一個人 他左撇著但是很強悍 他是沒有耐性的 這個會用那個狼頭這樣就敲下去 這都是他自己講的 那不是小刀嗎 狼頭都出來了 對他自己講說 以前馬英九的個性他像起子嘛 就慢慢起慢慢起 可是到他手裡 看那個螺絲起不出來 他就用狼頭敲嘛 所以啦黨功沒錯啦 尤其有不肖的黨功 速逃 免得路上塞車來不及了啦 那個列車如果沒趕上去的話 我覺得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如果去改革國民黨 像嘉欽講的就像這個蘇貞昌講的 你不只是在這個秘書長的這個位置上 我們能講什麼 連白宮的那個總統都有個白宮幕僚群 你作為一個兼這個黨主席 你沒有幕僚嗎 沒有說是用了一個這個幕僚 就所有的什麼都好 但是你至少說他覺得有一點問題 你看我們說他敗選以後沒有道歉 沒有負責 沒有任何的交代 結果詹春柏巧巧就換掉了 對你還是換了一個人嘛 對不對 那你上去以後打選戰 蘇貞昌說他過去很厲害 至少嘉欽這邊的態度給我們感覺 人家把他當作一個可敬的對手嘛 那以後就是健康嘛 以前那個阿扁用邱毅仁 每個位置都秘書長都幹過啦 做黨秘書長說割合要割到斷嘛 那我們有在這七嘴八嘴 陳水扁用這個邱毅仁 邱毅仁這個個性怎樣 邱毅仁怎麼樣怎麼樣 黨公要訴討 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說以後金普通 如果在這個黨的秘書長任內 他做很多大動作 我們也沒有說 我們沒有時間討論 我們一定有時間討論嘛 那大不了敗選以後你繼續請辭嘛 你就換掉嘛 換金普通 對不對 如果換掉我還把他弄到入谷又入閣的話 那我們也會再度講 上一次那個新聞的確如這個 輝文所講的 他有打個電話給高層 我覺得這個處理不好 後來什麼 忌邪啦 全部請曹徒跟他對幹 然後後來是怎麼樣 有一個這個電視的一個現場 結果金普通作證 那邊尤其是跑市政的記者 那是市政記者的一個新聞 請那個董志森 也是雖然我們 董哥 對董哥出來 跟他在那個鏡頭前 fight 我覺得用這種方式 那件事情後來就這樣處理 大家受公平嘛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就是國民黨的秘書長嘛 就讓他們請他們党共討論 我們看看那個 陶的現場那個現況嘛 那他如果能夠做到一個 就是把那個所謂的派氣 不是全部都斬草除根耶 否則那個廖廖已是派氣啊 然後那個林議士派氣啊 然後誰都是派氣 你都這樣扛 打掉 不行嘛對不對 你要把那個黑金派氣 或是說你黨內這些 那種搞鬼的那些事情 通通打掉 然後不適任的那個不分區立委 你長秘書 秘書長這個權力 你或許以後有提名權嘛對不對 你如果亂揮你的金大刀的話 大家也看在眼裡 對訴討除了黨工 還有不分區立委 也蠻緊張的 還有派氣 好我們來看這一次的選舉 贏的國民黨換了黨秘書長 輸的民進黨也換了黨秘書長 那民黨的黨主席蔡英文 今天傍晚五點半的時候 會公布誰來接吳乃仁 極有可能就是由 選戰的總指揮蘇嘉全來接任 主要呢跟金普聰的任務一樣 明年的五都直轄市長選舉 先進廣告